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陷入金華城案 被裁定積壓境界 民眾黨宣布要召集民眾全國開場 抗議司法濫權 第一站就是今天晚上 選在立法院群嫌樓外舉行 來自北中南部的支持民眾包車北上 傍晚的時候也抵達了現場 經濟應變小組今天舉辦記者會 黃國昌批評總統賴清德領導的黨解一體 新威權體制重創的 不只是柯文哲個人親喻 還有人民對司法的競爭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陷入金華城案 被裁定積壓境界 民眾黨發起全國開場抗議司法濫權 第一站就選在今晚 立岸旁的近南路上午九點三十分起 開始進行交通管制 下午四點不到 現場已經聚集不少支持群眾 你不能先把人壓起來 然後他才去找他的追證 那這樣子如果說以後都這樣子比照辦理的話 我們人民是會生活在恐懼中的 民眾黨記者會上每個人頭上都綁上綠色絲帶 黃國昌強調這場宣講只是起點 絕對不是終點 未來民眾黨全體黨公職支持者 會在全國各地八起戶外集會 街頭短講 室內說明會以及客廳會 深入社區與林裡 在賴清德所領導的黨檢一體的新威權體制下 創傷的不僅僅是柯文哲主席個人的情欲 真正重創的是台灣的司法正義 以及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不過柯文哲被揭壓後是否會辭去黨主席 後續又由誰接任也備受各界關注 現在也傳出柯文哲曾透露 如果自己又進去會給黨內一個招待 至於宣講活動 國民黨是否現身 黃國昌透露不會只限於民眾黨黨公職 而外界也關注金華城案設備是否停工 北市副市長李四川點出建築法 北市副市長李四川點出建築法停工 條件 須司法起訴或判刑 才能認定違反都市計劃法 另外對於第一魚果市場改建爭議 傳出與前副市長彭震聲有關 李四川表示 符合採購法程序 議會也通過預算 目前仍會續建 但明代的質疑是否會再瞭解 這是黃曼朋友組陳立峰 台北報導